好 我們來練習這一題 一樣給我一個表格 他已經告訴你我做的是負等加速度了 所以你一定知道算是負值嘛 加速度是正值然後呢 加速是負值 所以他的那個運動是會越來越慢 你看他的表格上也可以知道他越來越慢 然後我們看他間隔都是0.1秒 所以就是打點計時器 相同的時間 相同的時間間隔 然後往前走做記錄打點計時器 那請問你加速度多少 我剛剛跟你講過了你可以代公式解決我後面講印上有寫怎麼樣代公式解決怎麼樣假設 因為我剛才說要減兩次 減兩次 然後去除以時間的平方 在相鄰的地方 減兩次除以時間 這個平方就是上面的間隔幾秒就除以間隔幾秒的平方 就可以了 就可以做出來 或者是像我剛剛講解的 0到0.1秒算一個平均速度 0.1到0.2秒再算平均速度 然後把兩個速度相解除以時間 這樣做都可以隨便你 反正你就給我做出來 看他答案應該多大 看他答案應該多大 好 他應該多少勒 請問 他加速多少 7-7 7號 你的 答案是 多少 -0點幾 -0點4 請坐下 你的答案叫做-0點4 想想看你為什麼會差一位數字 你如果差两位 就可能是公尺跟公分的差别 如果你只差了一位 你是哪一边的 比如说你时间上弄错还怎么样 计算有错误 来看一下 我们先算0到0.1秒 平均速度3.4 一个速度 再找旁边再算一个 0.1到0.2秒 再算一个平均速度 就3.0 这样你就有两个速度了 delta t delta v v2减 v1 你需要两个速度 还需要一个时间间隔 这个是相邻的 所以就是上面的时间间隔 上面间隔是0.1秒 间隔就是0.1秒 所以间隔就0.1秒 所以答案算出来就是负式 用我刚才讲的减两次 减一次 0.72减0.38 0.34 再减一次 1.02减0.72 0.3 再减一次 0.04 所以这个0.04 再除以t平方 时间间隔的平方 上面间隔是0.1秒 0.1的平方就是0.01 所以是0.04 除0.01 所以答案就是4 公尺秒平方 公尺秒平方 那我们就算出来了 那 秒平方在这边 OK 你算完了 就是我刚刚讲的做法 然后 我刚刚跟你讲减两次的做法 那这是 找到两个速度去 输以时间的做法 要找相邻的 要找相邻的 如果你的间隔拉开了 你一个取 10到0.1秒 一个取 0.3到0.4秒 它有三个间隔 你的时间就要变成三倍 听懂吗 你的时间就要变成三倍 OK 然后呢 这样算出来答案叫做 负4 公尺 秒平方 这上面的单位写错了 应该是秒平方 这边是写了秒 是不对的 单位应该是公尺 公尺秒平方 OK吗 公尺秒平方 这样就可以解决掉了 那我讲过了 讲一后面 有代公式的解决方法 你自己看 自己参考 然后去自己试看看 做做看 那看看你觉得 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结法 你就这样解 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结法 你就这样解就可以了 可以吗 OK吗 OK